嘉义县明雄乡光明街昨晚突然一阵天崩地裂,四间连洞明宅的后方曾建厨群都堪塌,县府乡公所今早派员前往了解,台湾土木济师工会嘉义办事处长黄敏修勘查表示,灾情不会再扩大,但要立即防灾,防范灾情扩大。 黄敏修初步研判因是位于防宅后方的排水系统有裂缝,渗透让地下土方松软,逃空,建商挖土石,因增建的建物没有地基,造成其中一栋倒塌,但因是一起搭建铁屋,造成四栋房式的后方增建厨房一起塌陷。 他指出要先防灾,禁止上游水流再进入,否则将继续危害,同时新建临时排水系统,先恢复住家的生活机能,无法用水,上厕所,后续再倒塌部分还要再新建挡土墙。 建商表示会负责善后,感慨不要盖房子就没事了,建商昨天请怪手挖地基石,发现土方比较松软,颜色也不一样,偏黑。 正计划要加强时,就发生倒房宅倒塌。 当时有名五十四里姓妇人在厨房,随着陷落一公尺身,姓有双脚擦挫伤,但相当惊恐。 住户提到,当时好像发生大地震,大震动且轰隆作响,土墓济师前往勘察,认为不会再发生房屋塌陷。 记者谢恩的摄影,分享。 建商依照请怪手清理现场。 记者谢恩的摄影,分享。 土墓济师工会家一处长黄敏修说明勘察结果。 记者谢恩的摄影,分享。